新宇航空的JX803东京至台北班机 银航机指示登一场检修 等待起飞 机组员工作超时还有成田机场宵禁等因素 导致302名旅客被迫夜宿机场 引发多名旅客不满 而其中有华航01成之称的前空姐 知名网红Ivy赵小薇与妈妈也搭上这班飞机 Ivy在Instagram现实动态晒出与母亲一起夜宿机场的画面 先是透露自己与家人正在新宇航空东京飞往台北的班机上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起飞 乘客只能在机上等候 最终因班机因素影响 乘客被迫下机 Ivy接着贴出与母亲在机场夜宿的影片 只见他们将睡袋铺在地上 身上同时穿着针织外套 Ivy表示我们目前都平安 只是长辈们被冷静没睡好 没想到有机会可以在机场露营 昨晚安顿长辈到4点才睡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一大早搭结新航空赶到东京 先亲自向受到影响的乘客致歉 并安排262人分别搭乘新宇二客机回台 然而由于机型较小 无法全数再回 剩下其他40人只能迁转其他加班机 Ivy7日表示在日本成田机场滞留了18个小时 整个机场都逛电了 许多餐厅都是12点才开 有些机寒交迫但没任何进一步的安排 让他苦叹 看来新宇真的没有办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